肯雅的纳库鲁湖有火烈鸟天堂之称 八年前因为水位上升而导致火烈鸟离开 如今火烈鸟重新回到纳库鲁湖生活 游客也开始陆续增加 一度睽違已久的火烈鸟 这也让纳库鲁湖国家公园的运作有了希望 拥有粉红色羽毛的火烈鸟成群在纳库鲁湖低头觅食 有些则是在展翅飞翔 在一片湖光山色的景致中 成了最鲜明的主角 位于东非肯雅的纳库鲁湖国家公园 是世界上最大的火烈鸟赏鸟胜地 也是重要的鸟类保护区 从2012年开始因为湖水水位上升 导致公园主要卖点的火烈鸟迁徙到周边的湖泊 少了游客心目中的招牌吸引点 游客人数也跟着下降 近日主要因为大雨 让周边的其他湖泊水位上涨 像是伯格利亚湖及巴林哥湖 促使火烈鸟重返家园回到纳库鲁湖生活 火烈鸟的回归不只让纳库鲁湖重新有了生命力 也带动游客增加 让仰赖游客收入的纳库鲁湖国家公园得到缓解 纳库鲁湖拥有碱性水质 湖水中有丰富的藻类 而火烈鸟主要以藻类小虾为主要食物 才会有大批的火烈鸟在此生活 纳库鲁湖国家公园不仅有著名的火烈鸟 还拥有四百五十多种鸟类 五十多种哺乳动物 也是黑白犀牛的自然保护区 明镜与点点栏目